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則介紹我一隻的爆升股 中國宗 Мар州618 開始突破小錢高 並且成交量突然火力 爆升指示前也有蛛絲馬跡 首先先打開我們的主力吸� discl 這隻股票是近期以高位的3.4元 就流往下ame8 funds 最近終於有大量的主力吸醜訊號出現 當時踩著250天的均線 前期跌幅都頗為深 直至這期時有出現吸醜訊號後 那一期才出現超跌反彈的情況 其後就回穩,每一次的底位沒有跌穿前底 其後的一些重要的均線 250天線、82天線、60天線 由之前的斜斜地向下 開始變回平滑 然後試過幾輪的上市 不停的洗盤 近期突破完 回踩 再次爆上 在這段期間你會發現 每次升起身時 成交量 楊竹 楊竹的成交量普遍多於陰竹的成交量 越到尾聲段 你會發現 每次上市起身時 楊竹的成交量都突然多起身 而向下回踩 價跌兩縮的情況 其實我們 想更早發現 其實可以用到另一個指標 叫做KDJ指標 這個指標 這個指標 有一個 好處 其實是可以 有一個壞處 壞處 是非常敏感的 中短期的小波段 有時候常常會過早 發出買入 買入訊號是出現金叉 死叉就出現沽出訊號 有機會 高位的時候 出現死叉等等 可能是過早發出的情況 非常短期的 一個小波段 很快由金叉到死叉 就完成了 還有你會發現 如果KDJ同時 在20參數以下 出現金叉 越低 20以下出現金叉 是最理想的 廣場在股票未升之前 未爆升之前 其實它提前 是出了來 利用這個缺點的優勢 可以發覺到 在股票未升之前 成交率非常縮 成交率非常縮的情況之下 在12月31日 早前的日子 出現金叉的情況 又20以下 回穿上來 近段時間 也出現成交量的萎縮 加之之前有出現的 大量吸叉 並且出現的位置 你會發覺是前期揚足的底位 如果開日線圖 不是太清楚 你會發覺周線圖 都可以看到一些特別的東西 周線圖 之前的陰足的地方 洗盤最低位 之前那支揚足的底位 是沒有被洗穿的情況 往往這些位置 會出現一些 轉折位的位置 配合KDJ 提前 發出了 一些 買入的 訊號 當時成交量 突然多出來 多於平均成交量分線 往往是一些 最佳的買入時機 今集關於 利用KDJ 提早發現爆升股 最佳賣點分享 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